大家好,我是白米斌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麻辣虾仁 腰刀料食 虾仁 彩椒 木耳 红洋葱 花椒 辣椒 姜 蒜 好,现在开始制作 好,首先这样 一茶匙 料酒 一克盐 适量的胡椒 一茶匙的面粉 两茶匙左右的淀粉 再加点蛋清 好,像这样 盖保鲜膜 放在一边备用 周日 先将虾仁放入 煮熟后 防止过温 锅内 加少许油 放入 调料 花椒 辣椒 姜 蒜 蒜 粉 凉醋 在炒出香味后 加入 上根 炒 加入 一茶匙料酒 淡茶匙酱油 一茶匙糖 一茶匙糖 三克盐和适量的胡椒 四分之三杯的水 四分之三杯的水 好,现在海椒 已经煮熟 这时放入虾仁 这时加入少许的淀粉 红芹 好,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好,这样一个麻辣虾仁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